XD 陳先生 不好意思 久等了 不會不會不會 我喝很多 天氣比較熱 恭喜你 脫離單身了 謝謝你 謝謝 不會不會 所以我今天來這邊是想要把之前那個 單身弦解掉 好的,我先幫你看一下 這個險,目前你本來是保到我們上限39歲 那是在你5歲的時候,由你母親先幫你保這個險的 那在20歲的時候,你好像由本人開始支付這筆款項 如果這張保單到齊了以後呢,它是可以有全額退費的 如果你現在如果把它解掉 可能就領不到這個將近31年了,180多萬的一個款項 你知道嗎?陳先生 我知道 小陳,這個對象真的值得嗎? 何先生 我以前本來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真愛 陳先生,我個人是建議你一定要留這個單身險 你的意思是 我不是說你一定會分手 只是你第一次交往,風險方面比較高 而且我們公司對於老客戶呢 單身險的部分都有一個三個月的延長資格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接下來這段戀情裡面 頭三個月其實是有保障的喔 而且如果在這三個月之內,你感情出現了 不幸出現了一些狀況的話 你還是可以續保 我們看一下 你之前的這個一個人吃吃到飽被擺眼啦 以及一個人走在路上被情侶放閃啦 等等的精神傷害其實都還是有賠償的 我現在放閃比較不會覺得不舒服啦 你知道精神傷害這種發作的時機是很不一定的嗎? 好,問你 你最近洗澡還會哭嗎? 幾乎沒有啦 有時候想要提些往事的時候還是會啦 OK,你看 這張照片如果精神鑑定的話還是會過的 有錢不拿白不拿啊 也是啦 但我要提醒你啊 就是關於在聖誕節、情人節、跨年以及春節呢 這些精神傷害是不在我們理賠範圍的喔 OK? 我知道啦 去年情人節在麥當勞廁所遇到那個就沒辦法賠嘛 喔,對對對 不好意思真的沒有幫到你啊 我記得你還做了三個月的資訊對不對 沒關係啦 醫生說我快可以停藥了 喔,祝你早日康復 沒關係啦 何先生 這些都過去了 我想要有個重新的開始 單身險就解掉吧 好的 那 就麻煩你在這份文件上面簽名了 好 這裡 謝謝 好,謝謝你 請問你今天還要詢問什麼保險嗎 其實就是我第一次跟人家交往啦 我想詢問有沒有什麼交往險這種 其實在交往險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非常廣泛的啦 有交往不變險啊 交往平安險 或者是家人反對險 以及對象出櫃險 當然這個法案剛通過 所以可能狀況是比較好一點的 最熱門的還是分手險 分手險 分手險 所以只要分手都有理賠嗎 對 在一個被分手的範圍裡面呢 都是有理賠的 那你們這個被分手的證明是要 喔 就是在你被分手當下呢 要請對方稍等一下 然後馬上聯絡我們這個保險專員 去做一個現場的鑑定 那當然你要先保持著現場的一個完整性啦 好比如說分手時的訊息截圖啊 錄音錄影啊 採眼類的衛生紙啊 以及你們交往的時候喔 你的送禮請客的一些收據 以及照片都盡量的留著這樣 喔 所以交往的時候送的禮物 還有請吃飯都全額賠 對 分手前的一個月都在我們禮賠範圍的 喔 喔 那我打公司桶邊的發票呢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啦 喔 那Motel的那種證明 喔 當然不行 喔 原因是因為我們之前有一個客戶 他在提交他領印證明的時候呢 我們出現了一些糾紛 所以後來這一項就取消掉了 不好意思 了解了解 那被劈腿也在賠償範圍嗎 劈腿當然是 那如果你加保我們另外一個劈腿險的話呢 就可以加倍賠償喔 劈腿險 是 所以劈腿險的內容大概是怎麼樣 嗯 在合約上來說 其實就是我們賈方會保障你乙方 如果被秉方劈腿的時候 那如果你可以提交秉方和丁方的一個交往證明 那我們就可以提供賠償 那如果有物方呢 那就要加保另外一個叫做多劈險 就劈越多我們賠越多 劈腿的劈喔 是 所以這個劈有上限嗎 喔 最高紀錄我記得好像到卯方吧 卯方啊 嗯 甲乙丙丁物己更新 喔 所以天干用完了 是 這個案例呢幾乎讓我們公司差點倒閉 喔 這機率不高喔 真的是不高 沒有料到 所以呃 陳先生你決定好了嗎 沒關心 那我保分手險跟那個單一劈腿險就好 喔 好的沒問題 那因為之前你單身險 基本資料我們這邊有了啦 那接下來我必須要評估一下 就是你和你現任對象的一個交往狀況 都很好啊 我知道都很好 我知道 請問你們交往日期是 昨天晚上 6月11 是 是 那請問你們交往的一個契機是 喔 就是他昨天晚上跟他男朋友分手 我就跟他告白 我就成功了 好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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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嗎 呃 跟他前男友複合啦 呃 痾 好 好 呃 好 請問剛剛的單身險 呃 解 解掉了 對 那 那 那分手險 也還沒有簽啦 180萬的保費 不好意思是187萬 謝謝 187萬 好小陳 187 來小陳 小陳你幹 小陳 來 待你待你衛生紙 衛生紙 陳醫生 陳醫生 陳醫生你還好吧 陳醫生 陳醫生 不好意思是AED好不好 AED 叫救護車 麻煩麻煩 陳先生 陳 陳先生